来 乌云 乌云格 齐齐格 你好 大头鹰 等死动一下 你说 我想咨询一下 就是之前听你说在那个美国开过餐厅 我也想问问 就是目前如果说还在美国开中餐厅的话 这个盈利的可能性还大吗 看地段 看你的餐品 看你的受众群体 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 属于蒙古族 所以想开一个蒙古族的餐厅 我不知道像这种特别小工的 洛杉矶还真有一家 洛杉矶在那个哪 在那个Arcadia Arcadia Huntington大街跟Rosney街交汇 有一家叫Mongolia 炒面 炒肉 开了大概得有个十三四年了 那个饭店最后买卖最好 好像没超过两千块钱一天过 这是主要其实得看你做什么餐品 你做什么级别 但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 我做首饰民族的家乡菜 然后地方特色菜 这种我告诉你 受众群体太小 受众群体太小 你在国外它开餐厅跟国内开餐厅 最大的一个本质区别 就是你没法想象的 就是人口密度 你知道咱们国内一个居民楼 好比说是20层那种高层 那你这边是多少人 你把这一个楼 你这店就不算太差了 你要知道跟美国一家一户这种 一户就三口人 它占一户占一大片 把居民楼平摊 直接给直接压成平地这么算的话 你那一下子基本上几个街区 你能接触就那么多了 而且全美国你要知道 一共就五百来万华人 这五百来万里面 还不是个个都有钱消费 而且不是个个都在洛杉矶 你的受众群体是非常小的 你要想在美国开华人餐厅 要想挣钱的话 有两种 一种是师出名门 高端 比如像海底捞 梅州东坡 这些过去了还可以 一种就是你得做老外 你得做老外生意 做国人生意 可不够养活你的 那也就是说老外的话 对于这种 老外生意 你在华人区开不行的 本来在国内 就比较小众的这种餐厅 到国外的话 那不就更晚了吗 对不对 那不就更晚了吗 你比如说你在国内 十个人里面有五个人吃 一共一百个人 那你就有五十人吃 五十人潜在客户 你拿到国外 一共就十个人 就算十个人全吃 你也只能挣着十个人的钱 而且还不可能十个人全吃 对不对 我开饭店 那是开的是血淋淋的教训 我是开的 没开华人区 我开老外区 而且我做那个小火锅 就是一人一份的小的那个 我觉得老外也乐于吃 老外说 说是也是乐于吃 我 我在没 我这话 我都歧手不略说 有好多心粉 都挺崇拜我的 就是哪说哪了 我在没有房租的情况下 在大学门口开饭店 开一年半 赔三十万美金 你笑啥呀 不那你看你笑啥呢 我现在就想那我这个计划可能是要泡汤了 我怎么听了好像不是呢 那你有啥 我泡汤你笑啥呢 我怎么感觉好像你在笑我呢 没有 我是在笑我自己 这个生意可能要塌 不那你笑啥呢 好玩吧 我就是在想 好玩吧 我之前预计的 预期的是可能会 生意会好一点 但是可能听完你说完之后 我有点心里有点凉 不是 有赚钱的买卖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赚洛杉矶 这点洛杉矶的少 有赚洛杉矶听过 那个河牛武士吧 牛武士 就吃河牛的那个 那也是 也是在中国人开的吧 牛武士日营业额 就是几个打不了 一百一位 无限翻桌 开门就翻桌 开门就排队 全老外 90%以上老外 就是吃河牛 就是食材特别高端的 来了以后小牧蛇 帮帮帮三成 打开里面干瓶 往出冒险气 里面河牛一块块 往个铁板上 光光烤的那种 就是看你能不能 打中老外的胃口 这个很重点 你要在美国想开饭店 你说我靠着华人称 那死的一茬又一茬的 这些老板 写的那天就要先告诉你 华人靠不住 尤其现在更甚 现在去的 就是你在路上走 你碰见那个面孔 一半都是滴的老瓜 跟着挣钱的 一分不带华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我回头 还得跟家里再商量商量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我目前 跟家里边的政治立场 有点不太相同 这个叫不同的人来 这个太敏感 这是不落敏感 咱们落情感 好不好 政治立场 这些东西都不方便细落 好吧 行 你回头你就叫家人来 什么非得酱的啥的 你让他上 扒拉扒拉找我 好了 好 加油 不是说 不是说现在美国餐饮不能做 美国现在餐饮是可以做的 而且其实他快要到好日子了 知道吧 就现在不是美国这个饭店 不是不能开 能开 而且他的好日子其实快到了 他2026年每家默世界杯 提前开放签证旅游 旅游一起来的话 他那个餐饮是不会差的 但是吧 你要想指着华人做买卖 可就费心了 本身指华人 其实就没 就基本上没有几个混的好的 真的是去酒狗一熬这种 十家饭店 能有一家立得住的 剩下全是半死不活的 所以说你们要是 要是谁有这个想法 说我想去 我想上美国开个饭店 或者怎么着的话 这种的话 我建议你们先研究你这东西 老外边愿意吃才行 明白吗 只做华人 或者以华人为主 通通不行 而且餐饮拒卷 那边就什么东西 你上点 国内这边已经有 然后美国那边没有的 你上点信息差类的餐饮单品 是可以挣钱的 你一旦挣着 明天就开始无限多的啥 私厨卷你 贼恶心 私厨就是像你们看 那个小唐卖酱香饼 当然他那个 其实不是学别 他是自己 把自己家乡的东西拿过去的 感谢星辰的喊 你看他大凡挣钱了 明天哪个饭店就得推出来 就推向香饼 不给你生存空间 然后饭店推出的新品 如果要是火了 把私厨 光光那朋友圈卖 就这个朋友圈 照得好看的 华人圈这一小 朋友圈 基本上三个两个转发的 你就基本上能看着好几遍 光光抢你生意 明白吗 还好几遍了吗 感谢观看